好 我剛剛講說這個論述要跟上嘛 國台辦每天記者會 那這次在二十三號的記者會當中 他特別強調這個 軍演是針對台獨分裂跟外部勢力 絕對不是針對台灣廣大同胞 這個很重要 然後呢 我們就看到這個華春瑩嘛 來 我們華春瑩的圖丟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華春瑩是這個中國大陸 最佳的這個宣傳者 我們看到非常有意思 他的圖我覺得就是非常的簡單 但是信心含量其大無比 都是給內行人看的 看到這個開羅宣言 有沒有 開羅宣言 就當初這個波子坦宣言的公告 1945年 另外Jimmy Carter 這個美國的前總統 就是當初這個建交的時候 有沒有 口白都在這裡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大國啊 你美國是不是大國呢 應該要信守承諾 尊重歷史跟事實 就這樣大家懂了 他等於是這個遙相呼應 中國的這個主權問題 還有這個台灣的這個定位問題 有沒有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好 這個是華春瑩 就是每當台灣有事 照理說日本應該出現 美國應該出現 就看到這個新聞 在520前一週 520也很重要 被認為520是一個非常 非常不穩定的時刻 520的時候 這個原本部署在日本的 美國航母雷根號突然出港 然後直奔第二島鏈 然後羅斯福號呢 愛原定計畫到新加坡去了 然後呢出新加坡之後呢 從南海一路往南 奔向了馬六甲海峽 距離台灣呢 大概是三千公里以外 另外呢 在這個解放軍圍台軍演的時候 照理說這麼多機型來 RC-135 不是這個搜集參數 最好的時間嗎 說這個RC-135U 從琉球起飛之後 竟然直奔這個東海海域 也沒有過來 奇怪 RC-135沒來 航母也沒有來 不過當然今天 美國歐洲都有一連串的譴責 五角大廈說 中國此舉是魯莽嘛 那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就是敦促北京政府要克制 歐盟也講話了 介大使怎麼看待 這些算是國際的聲援嗎 還有美國的這個 逃出了這個三千公里以外 還有RC-135 也不在乎這什麼意味 我想不但是這個 說辭跟行動 都非常非常的微弱 那這個安倍可能就是說 已經離開這個世界 所以他講的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可是這一次大陸軍演 那很清楚的 那麼台灣有事 日本沒事 那美國什麼呢 台灣有事呢 美國怕事 所以本來軍隊都離得遠遠 離遠是絕對是有必要 從軍事角度 因為你這邊有 有有有有有紛爭 你如果往這裡開過來的話 你會被解讀 你想要來干涉 所以他一定要用行動 來化解你對他的什麼 這個 所謂的這種關切 甚至誤判 所以他是要躲遠一點 這個美國過去都是這樣 這在軍事角度來看是正確的 你既然無意干涉的話 你就不要發出錯誤的信息 子彈不長眼睛 這時候你不但不要發出錯誤信 你要很明確的信息 表示說這事我不管 跟我無關 那最好就是我離開 你不要人家一打架的話 你跑到你跑到旁邊去看 介大使我小補充一下 因為他如果讓人家感覺要干涉 那他的美軍基地就會被攻擊 那不能開玩笑 因為你這個要先發制人 對 這個不能開玩笑 所以美國是很專業的 這個不是說正好排好 我雷根要準備溜了 他就是要這樣做 然後就是不要給你錯誤的認知 一點模糊空間都沒有 而且你看我覺得他真的是 他520前一週就開始閃了 知道那個時間點之後可能會有事 這個所有的做任何事情 有經驗的人 他都是看在前面 他不會看到當時在反應 當時才反應的話就沒有 所以真正專業跟非專業就是說 我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麼 而且都不會猜錯 那而且是呢 前置信作業都非常 520那天會可能會發生什麼 我們該怎麼樣 那要先做的不能等到 等到事情發生才這樣 不過這次大陸的軍演我覺得 他有三方面的目標 我覺得一個是對軍事專家 給軍方的人看的 這一次基本上就是很多的作為 他這個譬如軍種很齊全 然後現在很多炮衣卸下 尤其剛剛那個PHL的火箭彈 原生火箭炮 火箭炮 然後呢 這個東風 然後這些都已經有角色 然後呢 有一點 我們的國防部絕對不會告訴我們 就是說抵禁抵禁到什麼時候 抵政到什麼地方 抵政到什麼地方 那只講了一個 這個軍艦在這個彭嘉宇 彭嘉宇 那其他的有沒有沒講 這個東西啊 就會我覺得我從那個昨天 他講應變區 應變區啊 所以他不敢講啊 那今天我覺得就是說 抵禁到什麼程度 那這個就展現大陸跟你 賭到什麼程度 那等你啊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備戰不應戰 我們不挑釁啊 那就是說我今天就 就是說這一個刀揮過來的時候 離你的身體還有多遠 建大使 其實我看到他這一次的 這個危害軍演 一切就是清清楚楚 全部公開啊 說實話你就算是外行 你看了幾篇文章 大家也都懂了 那你覺得呢 你覺得以賴清德的 這個動作來講 他是不是意識到嚴重性 所有的訊息他都接到了嗎 他是 我想他在做這個演講之前 他身邊這些人 也會告訴他 可能會什麼有反應 我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如果這麼高 我一定會身邊的人 可能有什麼反應 你們講 那他一定也會知道 這也是可能反應之一 可是呢 這個跟你在沒有直接經歷 你沒有坐到那個位置 直接去經歷 這樣一個衝擊軍事 跟你在之前 你想像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這裡 那天的臉色實在是蠻沉重的 而且記者問他 他是完全不答 照理說以他的個性 他可以在這邊譴責一下 或是呼籲一下民主價值啊 但他完全沒有 他心裡面就在想說 哇你來真的啊 我剛上任你就給我這樣子玩 對不對 那他心裡面是想報仇呢 還怎麼樣 這只有他知道 不過臉色是很凝重啦 那他也實在是應該怎麼講 不確定是因為不到一天擺出那麼大的陣仗 這個陣仗很大 這個美國也大概有意料之外了 對這非常大的陣仗 這陣仗太大了 而且他他真正他今天坐在那個位置上 跟他沒有在那個位置上 看那個蔡英文去面臨這 那完全兩種問題 不一樣啦 否則以他以前他一定會出來譴責一下 他應該是認為會有反應啦 可是沒想到不到一天陣仗就這麼大 他講說你在不是挖我牆角你是動搖我根基啊 他是這種感覺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個也是針對軍事 然後這個佈局呢不給誰看呢 就不給美國人看 我今天擺明了我就這五個這樣圍 而且這些 然後呢 這一些譬如說這些3D轟炸 那是給臺灣老百姓看 現在很多老百姓 在那個網站時候 我好怕 不是 因為那個如果發生了就不得了啦 因為他那個火箭旦 他那個火蛋 他有一種 攻擊火箭旦 那飛到你上去之後是垂直下來的 所以他有這個畫面 就是披發跟下雨一樣垂直下來的 那這個東西的話 你現在老百姓怎麼會不怕呢 今天臺北市接上老百姓雖然 还是得上班的上班 上学的上学 你看在校的人很少 脸色都很沉重 股票市场很简单 股票市场说实话 把我们的钱拿出来 四大基金加起来好几兆 到股票市场找一些地方买一买 还可以撑个一两个礼拜 你要搞一个荣景 一点都不难 所以在这次军演之后 就已经没收了控制权了吗 基本上它是完全主动 而且这个东西它就测试 美国现在避嫌走避 日本没事 日本敢坑吗 你看日本敢不敢坑 然后欧盟就是例行公司 它这个立场 二十年前我在欧盟 它就这个立场 其实讲很多 后来就跟小编讲 放一小句就好了 美国讲这reckless又怎么样 那不是很重要的事 对不对 然后你有身高危险 你国也只能这样讲 对啊 他再不讲的话 美国这个政府也开关门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他就四 然后呢 基本上 让你上台湾老百姓看看 赖清德他们这些专业的 跟那个现在那个国防部长 外航国防部长 他们敢坑气吗 摆明就不坑气嘛 你已经大军为敬了 他们展现了什么决心 在那边你看我我看你 然后呢叫那些军官出来 讲几句话 哎呀这个进入到我们彭嘉宇 怎么样怎么样 以及你们啊 我们可以生成大了 可不可以生成大了 那一个军官 在一起 产生 就是 军官 明天